贵州的村超和村鼻音为什么可以这么火 这个问题也是大洋彼岸的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 这两天大家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有朋友就说呢 从资博烧烤到贵州的村超和村鼻音 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神秘的策划高手 在运作了这些让人积极赞叹的热点时间 那究竟这个幕后高手是谁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今天我看到了一篇著名的财经评论家赵剑先生写的一篇文章 我才恍然大悟 那么在文章中赵剑先生他这么写 他说如果没有基建投资的这种衰落 那么就很难有资博烧烤这样的经验亮相 那么如果没有官方足球的停摆 那么贵州村超也很难能够横空出世 那这背后的原因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一书当中写到说乡土中国本来就是自己从土里生长出来的 那么同理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 中国经济的希望也必将是从疫情之后荒芜的田野当中生长出来 那么这样的希望他既不是靠什么万年大计也不是靠百年规划 他是卑微又伟大的民间烟火又是点滴而浩瀚的百姓日常 疫情结束已经大半年了 我知道这半年多以来 疫后经济的复苏其实远低于很多人的期望 但是我想我们没有理由去灰心和失望 因为从自拨烧烤到贵州的村超村BA 这样的一些让人惊叹的一些出其不意的亮点背后 其实恰恰就是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乡土中国才是 之所以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更加充足和强烈的信心 是因为我们脑海装中不会忘记的是 1978年的安徽省凤阳县的小港村 也正是那18个村民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眼 那如果小港村还不够 那不妨我们再回忆一回忆 我们小时候人人都会背的那首唐诗 说里里圆上草 一碎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是的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从来所有的奇迹都是自下而上 从土地里 从亿万的民众当中自发去创造出来的 在这样的一个大颠覆的时代 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但是别忘了那句话 悲观者永远正确 而乐观者才能成功 所以我想在今天的世界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谨慎 但是绝不要悲观 好 感谢收看本期乐观白皮书 我是保持乐观的老白 咱们下期接着聊